好 各位朋友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 在北投的一處 這是怎麼講 民宅吧 但是看到 要到這個房子裡面之前 要先爬這一段 爬坡 這個藝人家為什麼要住這麼高 沒辦法 我也只能爬了 終於到了 真的很高耶 到底今天我們哈到你家 哈到誰的家呢 一塊去看看 好 我現在已經進來 這個藝人的家了 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 這一次為什麼連門都不用敲 電鈴都不用按呢 因為呢 這裡家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樣 對不對 乾媽 對你來啦 今天我們要哈到誰的家呢 就是哈到 李雅萍 余天的家 嗨 大家好 Yeah 李雅萍資深藝人 出道30年以上 跟藝人余天 是演藝圈模範夫妻 北投別墅移住33年 家裡有很多老古董和復古的裝潢 今天因為節目的關係 我已經四年多沒在你家了 對啊 你是不是該打啊你 真的很不好意思啦 這四年余大哥轉戰政壇 雅萍姐這名也變成立委夫人 現在余大哥又重返演藝圈 我這不是來了嗎 外婆 我跟你講 雅萍姐跟我媽年紀 你看得出來她 你說你美魔女也沒錯吧 對不對 你媽幾歲 我媽60歲了 把你的年紀倒露出來 好啦 我就別抬槓了 莉雅萍余天 住在這裡已經超過30年 家裡走的是中國風 空間寬敞 古色古香 裝潢還是維持30年前的Fu 我其實四年都沒有來家裡面 我覺得家裡有一些變化 對不對 沒有嗎 沒有嗎 一模一樣啊 沒有沒有我覺得你家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這沙發就不一樣啦 我覺得上面這個天花板也不太一樣 你家天花板我記得其實是白色的 那是壁紙換了啦 先生 所以有換壁紙吧 對不對 對啊 你怎麼會觀察這麼細 那這裡 這裡到底是你家還是 你家哪裡有換你都搞不清楚 哈哈 被我江一軍 不只沙發壁紙 他們家就連燈都不一樣了 莉雅萍家客廳鑽大 木頭地板大理石桌 加上墨綠碎花布沙發 牆上掛著書法字畫殘味剖重 看著看著我又看到了一個過去沒有的東西 這是幹嘛用的 之前沒有啊 這個我想想看 好像是一個風水老師說叫我弄一個這樣的球 就是我們看到有水嘛 對對對 有水 就是代表風生水起的意思 對對對 水就帶材嗎 對對對 那你覺得放了這個之後有比較帶材嗎 嗯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還不錯 不錯 真的不錯 最近你大哥收視率也不錯 就 宇大哥你就不要當立委嘛 當藝人不是比較好嗎 當立委都賠錢的好不好 對吧 一不小心就把雅萍姐的心理話給講出來 這個家畢竟住了三十幾年 很多東西都算古董了 像這個放聚寶盆的燈柱 還有一鏡門的這個地球儀 我剛出道沒有多久 我到香港還是到新加坡去做秀買的 因為我喜歡這種東西 其實早期來講是 它是放酒的 它是放酒的 純酒的 然後可以賺啊 其他包括餐廳的櫥櫃還有一旁的神像 都算古董級 因為他們都有三十年以上歷史 除了古董 家裡還有一個特色 到處都擺了萬年青根蘭花 像入門處跟客廳的電視牆 因為我喜歡花花草草的東西 你有看過就是有人把那個庭院的風格 搬到家裡的客廳 就是 就是要理解他們家 你家裡有一點綠意盎然的東西 感覺上有一點生氣嘛 真的喔 不會 還好耶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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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亞平除了愛花花草草 在家裡也愛下廚 晚餐的菜都配妥了你看 對 今天晚餐是你要自己親自下廚 每天都是你 只要我有空的話就去下廚 一方面衛生 再其次的話 反正我閒的也閒的 你不煮就不夠賢慧 雅平姐說 過去的女人跟現在不一樣 除了工作 家裡的事也都要會做 廚房空間夠大 冰箱也是特大號 這一邊的話 下面是放乾過的 或者是一些什麼菜類 比較會 水分會縮的 要割久一點的 所以打果汁的 那所以這個廚房是平常就是你的原地嗎 對不對 對 余大哥會進來下廚嗎 他進來下廚的話 東西都很難吃 就這樣直接吐余大哥的潮 看完他們一樓的生活空間 接著我們前進二樓 這個地方等於說 就算是從一樓到二樓的一個樓梯 然後這地方呢 也掛了很多的照片 欸 張啊 跟余祥璇超像的 自偉多會講的 會嗎 余祥璇跟你超像的 特別是眼睛 我比他帥多了 哈哈哈哈 原來男主人也在家 那麼你跟雅平姐十幾平大的主臥房 就由你介紹囉 其實還好啊 我們這個房間 跟雅平的戰場已經三十幾年了 這個也 那你帶我們去看一下 也沒什麼大便過啊 主臥房大約十二平大 有一個小客廳 不算小的廁所 還有三十幾年前就有的更衣室 這邊有一個更衣室 對啊 夠大的 哇 余大哥你的更衣室上面 擺那麼多久啊 都擺了好幾 應該又一二十年以後 房間裡也擺了一台冰箱 但冰的卻是 譬如說食鹽水嘛 對 洗眼睛啊 或消毒一些東西 食鹽水可以用的 對 然後還有胃藥 對 胃藥啦 還有什麼什麼保健食品啊 哇 敢請你 家臥室的冰箱 不是冰喝的 是冰藥 我還第一次看到 房間裡還有很多照片 特別是這張婚紗照 還有故事呢 怎麼感覺頭髮沒有很多 對啊 對啊 那時候手臂齁 剛剛撤破 對 你那時候撤破 那個開刀 那個打的麻醉藥 在醫院裡是一把一把的頭髮掉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掉了 對啊 對啊 那時候她已經七個多月了 不行 你那時候七個多月了 你看我的臉胖到跟 胖得跟米菇一樣 你是大的肚子 穿婚紗的啊 對啊 我九月份結婚 我大女兒十個月就出生了 哇 在當年那個時代 帶求嫁算是大事 沒想到這對夫妻還真潛衛 結婚後夫妻感情更好 一連生了三個小孩 其實我們從來不會指望說 小孩等他們 等老了他們來撫養 我只希望說他們能夠獨立自主 不要跟我們伸手邀請已經很不錯了 的確現在有很多父母跟余天有一樣的想法 只是對於外界認為他們子女是靠爸媽一族 余天很不服氣 父母把小孩生下來就是要照顧他 怎麼可能會讓他們去受苦 讓他們去怎麼樣 他們有問題也是父母要擔的 對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外頭講這句話 可是每一個都疼自己的小孩來 對三個子女一視同仁 從小你有的東西他就有 房間也是一樣大 他們的房間都是套房 都有衛浴跟更衣室 與小平房間的瓶瓶罐罐 讓老媽覺得不可思議 哇 這瓶瓶罐罐也超多的嘛 這個瓶瓶罐還真的嗎 他怎麼弄得了這麼多 一張臉 一張臉而已耶 對啊 而在小平房間的一角 我還發現這個粉水晶 人圓啦 桃花園啦 要求桃花園 對 就是因為做這一行的嘛 對不對 也不是說做這一行的你知道嗎 其實大女兒好像都一直沒有碰到所謂的 好男人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直接 有點直接 有點直接 OK OK 而且現在 現在男朋友不是年紀比他小很多 所以那不是男朋友 男的朋友 男的朋友 這樣知道了齁 二女兒余彥琦的房間也一樣 衣服配件跟化妝品保養品也多到數不清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梳妝台是不是 裡面都是一個電腦桌 余天跟李亞平家位於北投山區 大約一百坪大的老別墅 沒什麼公設 坪樹扎扎實實 李亞平說他們很念舊 房子一住三十幾年 一方面捨不得換 二方面也沒錢換 現在這個窩 一家大小外家八條狗 住得還算舒服 未來有沒有可能換新房 就看三個子女的成就了 TV新聞 廖廣賓迪志偉台媒報導